我演讲的题目是数字孪生实践平台 数控和虚拟机床时讯教室 首先 我们看一下零件加工当中 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 西门子的 零件加工技术 有单一系统 单一模型的显著特点 单一系统 工艺管理系统 单一模型 全过程 模型的 一体化 单一化 我们的系统涵盖 工艺准备 数控编程 以及车间生产 零件模型 在单一系统中 有两 两个线索 传递 第一个线索 是几何模型的线索 包含 工序模型 每一道工序 零件的形状 以及工装夹具 包含了自动化工装夹具的 PRC 控制程序 控制程序 第二个线索 是 生成 生成符合 三桌标程序 规范的 底密式语言的 三桌标代码 三桌标机床 三桌标测量机控制代码 透过 i++协议 传送到 三桌标测量机 指挥三桌标测量机测量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加工跟测量的闭环 所有的数据流转都基于单一的工艺管理系统 模型是贯穿始终 NXCAM经历了多年的发展 近年来 机器人的应用更加广泛 我们把常规的 三轴五轴的 编程 扩展到了 六轴机器人的 编程 可以做 倒角 去毛刺 打磨 抛光 切割等等 甚至还出现了 数控加工 机床 跟 机器人加工 的 高度柔性的组合 NXCAM的另外一个发展方向 就是 复合 增材 把我们的五轴机床的加工技术 机器人加工技术跟 金属 增材制造 结合 结合在一起 甚至可以制作 随着工业4.0技术的不断的 深化应用和完善 西门子推出了 MindsFail 那 透过在 车间现场的 Semitic Age 这样的边缘计算设备 把我们机床的现场的数据 提取出来 上云 在云端 在云端进行 数据的 普着 分析 报告 和优化 监控机床的 能耗 维修 预测性维修 等等 国外 NSChem的 教学 非常的普遍 在我们在国外的这个应用过程当中 把设计 跟加工 跟工装夹具 融合在一起 以及虚拟机床 学员学完了编程 经过虚拟机床教合之后 他就可以直接去 操作 速控和虚拟机床 时训教室的方案 有今天汇报的内容是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呢 首先体现的是 训练流程的变化 我们把 单一的 速控加工编程的课程 体系化 系统化 覆盖更多的专业 从 速控模型的这个整理 CAD的这个机械设计 到 速控加工工艺 工艺流程的设计 人机料法环测的设计 以及 自动化工装夹具的设计 在 在 编程的时候 还要引入 虚拟机床 而且还要涵盖 增材制造 跟 三桌标测量 在 车间现场 用DNC 直接把程序送到 速控机床 机器人 跟 三桌标测量机 整个的体系更完整 更加流程化 更加现代化 而且这些数字化的技术 可以把 机床 设备 搬进电脑 搬上云 我们的 培养对象 以及 覆盖的专业群 更加广 能够适应的岗位 也更加多 特别是 经过这样的一个 体系培训的话 我们的 学生 能够 胜任 机械制造工艺师 和柔性制造系统集成工程师 等等这样的一些 比较高阶的 工作岗位 教学内容呢 不仅仅是 速控编程 两轴半 三轴 五轴 车 车洗复合 等等 还纳入了 工艺规划教学 自动化的工装设计教学 以及 虚拥机床的制作 所有的环境 西门子的工艺管理系统 充分体现 单一系统 单一模型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我们会有 实际操作区 跟虚拟演练区 两个区域 构成 那么 老师 在教课之前 就可以让学生 透过 线上平台的 虚拟的 加工的 学习 和讲课 一些 录制的视频 让学生 就可以开始 学习 进到教室 上机操作的 效率会高很多 也就是说 即便是 同一台机床 培养的 学生的数量 也会大大的提升 具体的实讯内容 我们完全按照 真实工厂的 数字化工厂 零件加工的 业务过程来做 首先 是零件工艺规划 在这个里面 要做的是 人机料 法 环 侧的 在一个环境里面 去制作 以及 工装 夹具的设计 数控编程 那这个数控编程的 面更广 除了 这些 金属切靴类的 还有 增材制造 和三坐标 测量 以及 代码的仿真 和验证 和虚拟机床 技术 最后去指导 现场的操作 和加工 第一个场景 我们讲一下 三维结构化工艺 在这个里面 是有别于 传统的 图表式 卡片式的 二维工艺 并且 学习了 这样的一个 完全贴近 数字化工厂的 零件 工艺管理系统的 学生 它的视野更开阔 能够胜任 更高的 这个岗位要求 首先是在 工艺系统当中 进行 尺寸的标注 这是MBD 就是基于 模型的 里面的一个 重要环节 我们要去检查 这些尺寸 是否标注的 比较完备 找出 漏标的尺寸 或者漏标的 公差 并且所有的 公差 都会影响我们 加工代码的 编制 这是我们的 三维结构化工艺的 管理系统 在这个系统当中 我们把零件 放到我们的 三维结构化工艺 系统当中 这是我们的 零件仕途 以及我们的 工厂仕途 我们去 加载一个 这个零件的 加工的场所 它用的是 哪个机床 在什么部位 并且 透过模板 去加载工艺 工艺模板里面 包含了 人机料法 还测的 全部信息 透过我们的 工艺管理系统 加载我们 预编制的 模板 这个模板 可以由老师 编制好 也可以由 高年级的学生 来编 做作业的时候 做这个 课程设计的时候 来编 编好模板 就可以重用 在模板里 包含的信息 非常的丰富 加工零件的变化 每一道工序的 零件的变化 机床的变化 工装夹具和刀具 还可以管理 机代码 工装夹具 现代的输控加工 工装夹具 越来越复杂 自动化程度 越来越高 液压气动 以及伺服电机 各种的自动控制 像PLC 像面板 都会 有很多 的要求 我们在这个 供应系统当中 需要管理 我们的人机 料法 环测 这样的一些资源 刀具 夹具 机床 等等 这都是我们的资源 我们就去管理 这样的一个资源 库 加载我们的刀具 刀柄 我们现在找到了 一把面洗刀 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讲 夹具设计 自动化的夹具设计呢 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那么除了这个 几何位置的摆放之外 还要做的是 夹具上的 关节的设计 它的这些 夹具体的 关节的运动 做完了之后呢 还要去做 PRC编程 我们要去做 控制程序 PRC程序的一个 编程辅助 那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把 会动的这些夹具体 加载之后 形成 薄图所需的 一些 控制的时序 和一些变量 甚至是T型图 直接导入到 薄图 在薄图里面 就可以编制 PRC的代码 和面板的程序 速控加工 里面的洗靴加工 我们说 不管是洗靴 车靴 还是机器人 还是 真材制造 所有的程序呢 是NX的 基于工艺环境的 一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 是有别于 单机版的 NXCAM编程的界面 在这个里面 我们会 在NXCAM的 工艺环境里面 它会直接加载 在工艺里面 做好的 这些 通过模板 加载的这些 机床啊 等等这些 这就是我们工艺里面 做的 工艺流水 最后的编程 完成之后 会根据 基代码 把这个 干特图给画出来 就每一道工序 要加工 多少工时 都会统计出来 当我们进了 编程的 这个环境里面 它就会去到 工艺系统当中 去加载 为这一道工序 设定的 机床 和 夹具 和刀具 一次过的 加载出来 那这个呢 可以由老师做 也可以由高年级的 学生来做 那这个 整部的机床 夹具 刀具 全部都会 加载出来 甚至把 原来 做好 模板里面的 加工的 刀路 都作为 模板 调出来 就节省 大量的 这个 操作的时间 虚拟机床呢 反映的是 一个 五轴 机床 和 80D 虚拟 80D 的一个 操作 我们去 加载一个 那个 涡轮 加载一个 五轴的 这个 液轮 加载出来之后呢 在这个 五轴的 原生五轴的 机床 那这种机床呢 也比较少的 学校 买了这样的 机床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 加工的过程 跟我们的 80D 系统 做一个 虚拟的 匹配 那这个 里面的 五轴 机床 是完全 一比一的 跟真实的 机床 一模一样的 甚至可以 戴上VR 眼镜 在这个 机床的周边 还有在里面 都可以去看 去检查 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 加载之后呢 加载之后 我们 可以把这个 80D的 这个 界面 调出来 那这个界面呢 就跟真实的 80D 是完全一样的 并且 它里面的 报警 都是一模一样 就出现的 报警 好 这里面出现的 报警 都是跟 真实的 80D系统 是完全一样 改了这个 报警之后呢 还可以启动 一个 仿真画面 这就 80D上面的 仿真画面 然后这个 程序 就可以执行了 车靴呢 也是一个 一边编程 一边模拟的 一个动作过程 这是我们 车靴编程的 一个 一个画面 在这里面呢 进行 车靴编程的 一些 几何设置 刀具选择 以及 刀具轨迹的 设定 切几刀 如何切 等等 这样的一些 设定 最后就可以把 这个程序 给编出来 还可以去模拟 切靴的模拟 车靴 车靴的 那个 切靴模拟 车洗复合的 编程和仿真 那我们在车洗复合的 这个编程和仿真里面呢 那 它一开始是把车床 编好 再把洗床 编好 然后把这两道序 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进行 多轴的模拟 既有车序 又有洗序的一个 综合的切靴模拟 这是综合的模拟 全部结合在一起 那就有 很多轴 像 车洗复合的话 多的话 有九个轴 第六个场景 是虚拟机床 虚拟机床呢 和半实物仿真 是把真实的 巴斯林系统 巴斯林D系统 跟我们在电脑里设计的 虚拟的机床 连在一起 透过网线 透过一个 标准的网线 连在 这个 我们的三维软件 跟巴斯林D连起来 那在这个里面呢 操作巴斯林D 的控制面板 就可以控制我们在里面 在我们三维软件里面的 这个代码 代码的执行 所以它这里 按的这些操作 就跟 真实开一台机床一样 因为我们这个三维模型呢 可以戴上虚拟现实的眼镜 戴上头盔来看 我们再看一下 时讯教室的配置 线上跟线下的配置 假如说是线上的话呢 就不拘泥 这些专业的工作站 是任意的平板电脑 和任意的电脑 只要有浏览器 就可以使用 手机也可以使用 在线下的话呢 分作两个区 一个是数字化的区 一个是时讯操作的区 软件配置呢 高低搭配 两种不同的配置 我们能够通过 实施交付 一系列的教材 跟模型 我们说 数控跟虚拟机床 的时讯教室呢 充分体现了 数字化跟云化 未来用了5G技术以后呢 可以更加 便捷的 快速的去访问 我们的云的教学资源 并且按照场景化 来 设计我们的 全流程的 零件加工 而不仅仅只是一个 数控加工编程的 一个教学 好处在哪里呢 我们的 数字化的 基于数字 孪生技术的 数控和虚拟机床 教室 不受场地和空间 时间限制 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地使用 云端的教学资源 并且呢 因为 借助了 线上线下融合 那么 机床的利用率 可以大大的提高 成倍的提高 也就是我们 即便是同样 可以容纳更多的学生 来学习 并且通过我们的 云教学平台呢 还能够覆盖 校外的 在职的 工程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 实施计划 在一年级的时候呢 主要是认知 学一些基础 配合我们的一些 专业基础课 到了二年级呢 这些专业课 学习的时候 要做一些 单元的训练 比方说 工装夹具啊 束控啊 虚拟机床啊 到了三年级呢 进行高级的 综合训练 有工艺系统啊 有虚拟机床的 和这个 机器人啊 等等这些 虚拟的操作 和比较高阶的 一些整合 以上就是有关 束控跟虚拟机床的 方案 一些 努力